哪有人把银飘地契作为礼物所人的 这可是我全部的假的 你知道你像过我吗 现在赤条条什么都不剩了 又想什么呢 我前两天 送了几幅字画给父亲 这事你知道吧 我母亲这个人吧 她就是爱贪小便宜 她确实不该觊觎你的嫁妆 你提醒提醒她也是应该的 她八成是生气了 不碍事 过两天就好了 来 我们继续 来 我在这丙周人生地不熟的 要不 你帮我买点礼物送给母亲 谨遵郡主义旨 想我一个马 你在外面不是有歇业吗 怎么这么早回来了 因为想你 所以提前回来了 来 这是我送你的礼物 打开看看吧 我看看啊 这个吗 怎么会 不是 你是看不见吗 这么多银票地契呢 一个都看不见啊 不是 哪有人把银票地契 作为礼物所人的 这可是我全部的家的 你知道你相公 现在赤条条什么都不剩了 还请娘子别闲气啊 我的要求并不敢 这将来能混口饭吃 天天能睡在你身边 那我就满足了 行吧 你娘子我知道了 恩准 邦宁 让你面对一些 你本来不应该面对的是非 委屈你了 钱财呢乃是身外之物 我怎么可能因为这点小事 就跟你母亲发生嫌隙呢 她对你虽然没有生育之恩 但有养育之恩也不能不报 再说了 夫妻本就是同体 结亲 不光是你我弟姐良缘 更是结两家之好 你的亲人呢 就是我的亲人 对待亲人 当然要有包容之心了 抱你啊 这么厉害 我看看 你把她修好了 你把她修好了 这很难吗 这东西 是我娘当年亲手做的 小时候因为调皮 不小心弄坏了 但毕竟是我娘留下的遗物 一直舍不得扔掉 你娘这般心灵手巧 你娘这般心灵手巧 可真是个奇女子 竟能修好 你也手巧